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李 在枣类多的地方呢 枣类死亡后就会吸引大部分的黑壳来蚕食 因为我们昨天放了除枣剂 这最讨厌的蓝绿枣的克星红莓素终于到了 然后我们把它碾成粉末啊 然后放到小瓶里 再兑上水 用针管对着蓝绿枣的地方点射 基本上两到三次就可以完全搞定了 这个鱼是喷火灯啊 然后它长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呢 你看它上边会反射出淡淡的蓝光 比较适合中小型的鱼缸 因为它本身体积很小 这是昨天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这是一只暴暖的黑壳虾了 所以说除枣剂 如果你按规定使用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镜头前这只蓝色的小虾 叫做蓝宝石 是黑壳提纯出来的 这些观赏米虾都是黑壳提纯出来的 草缸为什么要养黑壳虾 看这小爪子你就明白了 它一直在吃枣 烤漆樱花和激火虾 也是这种红色的黑壳虾提纯出来的 我们灯具的阵营又添一位猛将 这是之前一直在卖的品牌 包括千寻 千寻的灯真的很沉很沉 这个是我一直用的WRGB 就是这个黑色的灯 你们一直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了 磨点水草灯 也已经开始售卖了 现在来的是第一批 慢慢都会补齐的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块区域 我做了一个长一米 宽40 高一米2的三层货架 到时候保守估计可以开10到12个缸 明后天就能到 这样咱们就又可以开很多缸了 然后我们演示一下 这款气泵有多静音 声音测试 声音测试 直接吸在鱼缸上就可以了 这12个缸可真是有的玩儿了 你们想看什么风格的造景 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再见咯 拜拜 拜拜